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段时间,美国媒体爆出来的美国白宫、美国拜登政府的这几个政府单位的电子邮件账户被中共国黑客组织入侵,直接黑客。 这个事件现在有最新的进展,就是美国相关的多个安全机构,包括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由公共和私营部门的15名网络安全领导人组成,将开始调查中共国的黑客行为。 调查如何与银计算环境为方式,来对美国政府使用的电子邮件账户的网络攻击,是怎么实现的? 以及中共国的这次网络黑客攻击将会导致,如何未来的,怎样的美国的安全漏洞。 除了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是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SISA也在全面调查。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宣布将全面进行调查,除此之外还有FBI等等。 国会也在寻求调查,美国国会的,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跨党派,呼吁对网络攻击,进行调查。 他敦促SISA和总前厂长对微软残取行动,指控他在上月的一封信中,生存存在网络安全疏忽行动。 所以,这个调查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了什么呢,对微软的调查,也包括技术方面的调查,也包括中共国的各种行为,这种行为包括中共对美国政府里面的渗透。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事件,它更表明了中共里应外合的这种渗透。 所以,这个事情没有结束,它在全面发酵中,中共通过微软的后门,是临日漏洞,直接进入到美国政府的,包括商务部部长。 有没有进入到别的,比如说财政部部长,这些,他们的邮箱里头,非法窃取了,机密的,甚至有些大量的非机密。 他们说是没有机密的,其实我相信肯定有机密的,政府有电子邮件,说是几十万封。 所以这些,是美国国家安全部门,现在全面正在进行的,这毫无疑问是中共的国家行为。 任何个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你技术水平再强,你哪怕再知道什么临日漏洞,你也无法。 为啥?因为它必须得,理应外合。 这个,因为美国的这些邮件,美国政府的这种机密邮件,它都是有密钥的啊。 记住啊,它不仅仅是你手机直接登录而下载,他们是有专门的一个手机。 就美国政府的收发邮件,不是咱们平时的苹果手机,它是一个专门的啊,好像是黑莓的那种手机啊,黑莓,专门的手机,那种手机都是啊,说白了,就专门防黑客攻击的,专门的一个系统,不是苹果操作系统,也不是谷歌操作系统,专门的一个操作系统。 就这,都可以给它黑客进去,所以这个事情啊,在美国这里,啊,极其重视,啊,待会我们想再谈一下具体的一些细节,那个,呃,坎先生,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对,这个,我们要讲这个所谓的,呃,微软的这个什么,后门啊,这个,因为有后门的关系被盗这件事情哦,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 呃,从1990年啊,开始,这从1990年谈起,因为大部分的人很难去理解说,哎,我的email为什么会被盗,也许我这样子的讲法啊,非常的不亲民啊,但是啊,没有办法,因为呢,一般的使用者完全不懂,这个技术性的内容,我稍微讲一下哈,微软这个东西啊,古时候啊,这个1990年啊, msdose出来的时候,当时啊,我们,我们自己在写啊,这个,int21去呼叫,这个dose的呼叫的,这些方寻的时候,就知道说他其实,bug很多啊,微软的bug不是一天两天的,但是呢,相对之下,在当时1990年的另外一个作业系统就是unix, unix,当时在这个麦金塔,呃,和unix的这一套,还包括68030这种所谓的大电,大系统,那些东西,哎,相对的稳定啊,这个啊,可以,为什么, 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因为微软,他所有的这些coding啊,都是微软公司自己,他们里面的工程师做出来的,而unix呢,是有一堆,就是他开源的开发者,啊,开发者就是现在的Linux,然后他再把他,呃,可能做一些,呃,优化啊,或者是,呃,他可能有些加密啊,或者是,呃,怎么样的那些架构啊,一个,一个作为系统的架构,然后呢,人,一般的人会认为啊,在当时啊,会认为了,Linux会安全,安全,安全, 安全很多,稳定很多,因为呢,他的权限设定复杂,复杂到你会觉得很难用,但是呢,微软的这一套呢,直到他,呃,到Win98,Win95,Win98出来的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界面非常的好用,但是呢,微软,这种,美国,美国所出来的东西,跟这个欧洲所出来的东西,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啊,就是,美国出来东西,就是会先,先出来,然后我们再,再来, 修,修Bug啊,在以前,在1990年到,一直,一直到,2000年啊,其实,当时啊,也没有什么骇客,当时就是病毒而已啊,那病毒就可能窃取你一些资料,跟你勒索勒索啊,大部分是以破坏啊,以及,搞怪啊,为主,但是呢,在2000年啊,有微软之后啊,包括现在,呃,2000年以后,这个email啊,就是电子邮件的盛行啊,还有包括以前啊,在这个,呃,所谓的,在线上啊,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用什么Telnet进去啊,到某个BBS去,那个时候才开始有所谓的这个,呃,网络安全的一些概念,才渐渐出来,所以其实啊,网络安全这种东西到现在为止,没有很久啊,20年而已啊,没有,真的没有很久,而微软啊,事实上是一个,所有在写程式的都知道,微软一定有bug,而且他bug多的不得了啊,从打从在msdose时代啊,一直到现在,即便的,即便现在已经到啊,WIN7啊,各位也知道,这个常常 呼叫一个不对啊,就会跳出一个错误,好,所谓的错误处理,呃,错误处理的process,就是骇客要入侵的一个,一个非常好的契机点,而outlook,不好意思啊,outlook也是微软的产品啊,所以呢,你看啊,他每天都有,你看你的windows啊,还有那个office,每天都有patch嘛,每天都有这个,呃,patch叫什么,补,补什么,哎,我不晓得中国叫什么,那我,反正我们就是patch, 去更新他的一些错误,好,这些更新的错误,更新到现在到2023年呢,基本上原则上啊,你,你觉得安全吗,我,我个人啊,站在城市开发者啊,而且我们自己做系统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一点都不相信微软是安全的,但是没办法,因为他太大了,大家也不得不相信他的安全,你看,现在他都是利用这个微软的一些bug,那为什么微软啊,会这么不安全,很简单,因为他,因为他不, 因为他本身的结架构就是在windows底下,windows本来就是一个安全性不高的东西,为什么安全性不高,因为他让你好用,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前提,如果你今天整套系统走Linux的话,那基本上,呃,安全性百分之百有,我先不讲这个所谓的,呃,使用习惯的问题啊,一定有,但是呢,你会,另外一面就是不好用,所以呢,在这个,在从西文2000年来wind95开始之后呢,呃,使用者已经被windows, 绑住了这个视窗的这个使用习惯之后,好了,再来开始大量的使用了,再开始有这个网路的这个发达之后呢,一些骇客,他主要入侵的就是你的使用习惯,包括什么,包括一些政府官员啊,因为他们最想要,骇客最想要的就是政府官员,他们里面背后的那些国家机密,好,政府官员啊,其实实在讲,政府官员这种人物啊,在我们的眼里啊,就是一个,实在讲就是个白痴啊, 因为他很容易犯错,犯什么安全性错误,因为呢,你让他不方便,他就会很生气,所以我只好,开发一个比较方便的界面去给他,哎,那太好了,这个是呢,藉由政府官员他所要求的方便的界面,给了他之后,反而会造成骇客更好的,一个切入口,为什么方便吗,USB插着马上就自动执行,这个执行,自动执行,基本上像我们的习惯是,基本上一律都是关掉, 不管是在Linus啊,这个就是所谓的Plug and Play啊,这基本上都是关掉,我宁可自己,从头灌这个作业系,呃,灌这个驱动程式啊,一个一个来,我也不要让他自己跑起来,因为自己跑起来,就会造成,现在你所看到的这些问题,我相信拜登啊,在政治上面百分之百是个老手,但是在技术上面肯定,就是一个,在我们眼里就是一个,呃,白痴一样,所以呢,他会被人家入侵,他可能很习惯,反正他就走到他的电脑前面,就把他 USB一插,结束,但是呢,你如果要让他很安全,也没问题啊,我们可以上一堆安全性的一个,防护的一些软体在上面,但是当他插上去的时候,他大概就要等个,好几秒,这些东西才会跑出来,为什么,因为经过一堆安全性的检查,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使用者又会觉得,哎,你怎么,我在我家插上去,不到一秒钟就出来了,为什么在你这里插上去,要等10秒呢,所以他又会,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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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只好做一件事,就是解除他的安全性的那些检查,完了之后呢,完了之后,骇客就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政府机构这么容易被骇客入侵的原因,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是这个系统的因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另外一点就是内贼,实在讲,以微软来说,他这么大一间公司,要把一个系统写得很烂,我觉得也不切实际,也不可能,他还是毕竟要卖钱的,是不是,所以呢,基本上微软,包括 这个server现在已经是很安全了,但是你完全没有办法避免有人从里面直接去存取,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做系统都知道啊,Linux有一个东西,这个可以从网路上面直接下载,你只要USB插上这个,你只要拿那个水晶碟插到USB之后,基本上那个机器就是你的,所以你只要想办法把它插上去就行了,那如果说,有人可以进到机房里面去,就好像上次我们不是有讲到说,如果有人可以进到航母里面去,我的机房里面去,我的机房里面可以进到机房里面去,就好像上次我们不是有讲到说,如果有人可以进到航母里面去,我的机房里面去, 阶级够高,航母一定也有伺服器嘛,我直接往里面一插,然后人就走了,那个小小的USB谁看得到,他里面呢,在干了什么事情,你就都不晓得了,这就是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些网路入侵的根源,那当然啊,这个什么,外面的,还可以要供进来之前,里面的内印也很重要,所以呢,这些,你说要真的要去杜绝,这些内印啊,很困难,以前啊,这有一些公司,为了要防止自己的 机密资料,被外泄啊,甚至连来打扫的人员啊,他都要筛查,要筛查他到底,是不是别家公司所派来的间谍啊,而这样子做啊,其实到现在为止,以大型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机构来说,真的是很不切实际啊,那所以说这一次啊,比方说这是拜登的这些啊,网路这个电子邮件啊,泄漏,像这样子的话,也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最主要还是回到使用者的习惯,因为使用者觉得不方便, 他就会argue,argue我们就会让他方便,方便完了之后就没有安全性,我想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啊,我先讲到这里录的 是的,这个看见详细的说了一下,这个怎么啊,中共怎么黑客的啊,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啊 美国关键我们要说的现在是啊,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网络安全审查委员会,国会啊,都在全面介入调查啊,这其实就是一个,你看这就是一个大背景,大环境 什么叫大背景啊,中共做的这些事啊,对美国,实际上都是要告诉美国的啊 啊,他能进入到微软这个啊,网络,邮箱,他也可以进入到啊,各个基础设施,比如电力站,电站,里面的电脑,或者邮箱 是吧,所以这次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管理局是极其重视 中共怎么能够啊,就连微软的这个都能破解 所以美国最新的评估是说 啊,他怎么说啊 就说,这表明一个重要的信号 什么信号,就中共国从之前啊,的一种简单粗暴 用啊,这种洪水攻击啊,简单粗暴的这种方式 正式进入到 什么到,你看中国似乎正在从过去喧闹和初级的 大杂抢劫升级的安全专家所说的 有史以来发现的技术最复杂,最隐秘的水平之一 啊,这个事件甚至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其中国很可能能够访问高级计算机网络 并在数月甚至数年内不被发现 这是关键啊 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别 所以这个事就表明了 中共国的能力的提升 是吧,因为他说攻击一个普通的邮件可能很容易做到 但是他攻击的是进入入侵啊 他不是攻击啊,他是入侵 入侵到白宫啊 有安全防护系统的邮件系统里头 这对美国来说啊,这是第一次 啊 啊,对于美国来说 还有一点啊 他未来还有哪些风险 所以你看结合 这种大环境 啊,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美国 美中之间 他什么,什么形式 坎底先生,你说说 美中之间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啊 对,我要强调一件事啊 呃,以前我们在学系统的时候 我们会写病毒 那写病毒的不外乎就是去,呃 黑黑自己的电脑,我们叫做 就是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自己 自己架的系统,然后自己破解一下 然后看看能不能破解我们自己的防护 然后呢,然后再 然后呢,再自己再看看能不能再建一个 更 更强的防护,甚至自己写一个 就好像啊,呃,我们举个 举个例子啊,比方说Samba Server 就网路上的方林啊,我们叫Samba Server Samba Service Samba Service其实啊,像现在已经到Samba 这个,呃,3.0 为什么,因为1.0 2.0基本上都有漏洞 有太多太多的 这个,呃,駭客 这个,利用啊,Samba的这个漏洞啊 去 侵入你的,包括包括你的,呃 笔电啊,Win10啊,什么这个都 都曾经 呃,都被破解过 包括很多的那个NAS 这些NAS可是量产的,有几个很大的厂牌 然后呢,这些,这些这个Server的漏洞 那才让什么,让这些啊,所谓的駭客啊 其实也不叫駭客啊,那个hack是这个翻译 他其实就是想办法找到你的漏洞 然后是去存取你的资料 像这样子无聊的事情啊,坦白讲啊 这个就只有那些,呃,那些高手啊 想说来玩玩看 他破解啊,你的电脑破进去 他其实也不是要你的资料 他只是想要破进去 然后他觉得,哎,我有找到微软的一个漏洞啊 他觉得很高兴啊,然后就这样 然后收拾收拾,然后就睡觉去了 然后明天再来去破破看另外一套系统 骇客大概是干这些事情 真正的骇客是在做这件事情哦 但是如果说啊 这些骇客如果在中共国里面的话 我想啊,害害自己的这个国家的系统 我相信一定也会有啊 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哦 骇客所要学习的知识的量啊 就比一般的人还要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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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哦 你在大学学的东西搞不好他 可能是学两三个学科在学的东西 那么多他才有办法去 这么轻易的去破解你的系统 而中共国呢 他们这些骇客啊,刚才有讲啊 早期就是用那个什么DOS啊 这种攻击啊 这真是一个很low的攻击 随便拿两台电脑就可以做了 但是你如果要一个点这样子进去 你还真的要有人才哦 所以呢中共国能不能培养这种人才 我坦白说可以 在国际上面的骇客 基本上都是一些天才 为什么是天才呢 因为大家不会没事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 当骇客这件事情 是赚不了钱的 坦白讲赚不了钱 除非有这个人家的这种 所谓商业竞争对手啊 跟你讲说你帮我害个他们东西来 然后呢你再拿去 可是各位要知道啊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著作权啊 这个告起来可是不得了 各个国家对于这个 包括你去帮忙害的 你基本上都是要坐牢 而且都是重罪哦 所以大概也不会有人 去干这种无聊的事情 包括台湾也是啊 你去害人家 把这些资料害出来看看啊 你即便把他害走 你也是重罪啊 大概都是关8年10年以上的 所以这种事情只会在什么 像中欧国这种国家 去害别的国家的东西 而且更重要的是啊 我讲啊 这些天才啊 通常不会存在 像中欧国这种国家 像俄罗斯那种国家里面 但是如果呢 他有足够的资源 比方说我什么事都不干 反正你国家给我钱 那我每天就在学怎么样去找漏洞 每天就在学啊 利能时的结构啊 每天就在去找这个 找这个微软的bug 看看exchange server 我每天去try 我就买一套exchange server 过来 我就每天去try try完之后呢 我就开始去哎 我们来网路都是连的嘛 我们去连连看 美国国防部的service 看看会怎么样 是不是以前不是国防部的这个service 那个网页 被人家换个国旗什么 这种事情都有啊 这是骇客干的 就是他们不会去干什么严重的事情 但是如果是中共国啊 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我刚讲 骇客赚不了钱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拿无限大的资源 他就可以培养非常非常多的骇客来 虽然他的功力可能不会真的是很强 但是已经足够造成威胁 为什么 因为系统本身就有bug 包括Linus在内啊 Linus比方说像现在SandOS 已经非常非常的稳定 也是相对的安全 可是你后面那些防火墙的设定啊 包括service的设定 还是人在设嘛 包括Samba Service 虽然那都是开源的 大概也不太会有什么bug 可是 其实有很多的bug 都是有一堆人try try try 有大量的海量的试试出来的 那中共国什么没有就是人多啊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啊 骇客组织其实现在啊 最兴盛的 讨论区讨论最多的 基本上都是 中国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这样子的资源 他们是闲闲闲 就好像我们跟人家吵架 我最怕跟谁吵架 拿了钱跟我吵架了 我最害怕了 所以你要打这种所谓的骇客 要这样 互相要去侵入 侵犯对方的这些系统 那你当然打不过拿钱 每天当骇客的这些人 而中共国他们真的就干这种事情 你看这个台湾的这个骇客 骇客这个 协会 是不是donate的也是谁 ipip.net不是吗 所以你看到中共国 他就是利用一些donation 去吸收全世界的骇客 为什么给他钱吗 是不是给他钱 他就帮我骇一下 或者是把他的技术转移到大陆 或者VPN到中共 中国境内之后再去害出去 也可以 反正他只要保护那个人 不会被抓走就好了 他可以继续帮他害 所以 现在美国发现的 中共国老是在干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你终于发现了 一来也要叫微软 把自己的系统要做好以外 二来 中共国来的这些信息 比方说风包从中国国跑来的这种 你是不是要好好的挡一挡 我觉得这个可能到最后会搞到 自由世界 不只 你说在这个什么经济外交 要跟中共国脱钩 搞不好连这个 网路也要跟他直接断网 为什么 因为你还受不了他天天来这样害 但是还有另外一点 如果中共国 把人已经投到你的国家里面去 就在你的美国害美国的话 那真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其实这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 并不是这些官员们 或是这些人 说来说什么 想要解决就解决 我觉得这个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除非你把根本的问题解决掉 就是你的系统要能够处理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政客 还有那些决策者 不要把IT的话 放在旁边 因为大部分 我觉得这个会害 决策者 像比方说 我曾经有帮人家做过系统 决策者就觉得说 你这样子弄 会让我们不方便 算了不要 那不要就不要 那我们就知道说 漏洞会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相对的 一个就是攻击方 攻击方 他请了很多人 要来攻击你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被攻击方 被攻击方就是自己的决策 导致自己的防火墙 应该不是 我们不要讲防火墙 资讯安全是很弱的 资讯安全其实就是一个随同理论 你只要有一块是缺的 你旁边堆再高都没有用 大概是这样 所以如果再加上中共国 这种所谓的国家行为 来培养这么多的駭客 支持这么多的駭客 去攻美国 我个人认为 美国绝对反不住了 除非五角大家 自己去把自己的系统搞定 路德 好 看你现在说太好了 这里到底是 我还要补充 我还要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这些駭客 为什么他之所以可以害到里面去 其实这个在我们自己 在玩IOT的时候 也常在用这个东西 就是蓝牙 中共国不可能去搞出第三种色评 然后成为一个标准的规范 中共国搞不出这种东西来 他曾经有想搞 他搞不出来 现在包括蓝牙传个十几二十公尺 他每一个地方丢一个点 然后只要有一个东西 插在他的service上面 我告诉你那就出去了 所以其实排查这些 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而且重点是决策者 千万不要怕麻烦 路德 好 谢谢啊 谢谢看见先生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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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